各位安心们平安,我是灯烟山牧师 神是在爱我们 把他宝贵的花椅赐给我们 把他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也在地上给我们建立这个家庭 当日神造亚当的时候 他所造的创造宇宙天地万物都好 只有一样不好 就是亚当独居不好 感谢主啊,不是男人不好 是男人独居不好 所以神就给亚当预备一个棋子 当你们结婚的时候 丈夫的责任,the role,responsibility 那个岗位是什么 到底妻子是什么 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做妻子的那个岗位 做妻子的要做什么 要顺服,顺服谁啊 丈夫,谁的丈夫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不要是丈夫就顺服 难怪很多弟兄可能会来跟你讲 就是你就是听很多人的话 就是不听她的话 好,这个经文版面 一般圣经的版面的排列是怎样 那样子看一端端一节节 打字台打方牌 如果你透过我们这本圣经 分析版面这个排列 圣经分析排版本的这个圣经 把圣经排列之后 你会发觉 你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你们做妻子的 下面这里没有平排 因为这三节圣经 单单是讲关于妻子的事 如果你分段做大纲 这里你们做妻子的下面这里没有平排 因为是单单讲有关做妻子的事情 神对妻子有多少个要求啊 多吗 不多 只有一个 那如果你说一个都多的话呢 那你要考量要不要结婚了 你们做妻子的神对妻子 只有一个要求 当顺服 顺服自己的丈夫 不要任何丈夫都算 是顺服自己的丈夫 你看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下面下来 没有平排 因为神对妻子的要求 只有一个 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里下来 但是有关顺服自己丈夫的事情 神在保罗在这里呢 讲了三样 你看一二三 这里是平排的 第一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你如何顺服主 你如何顺服你的丈夫 你顺服 你对丈夫的那个顺服 就好比你对主的那个服侍 你服侍的那个顺服的那个 那个榜样 那个标准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在主的爱里面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 姐妹常常 独断进门的时候 都觉得很难是吗 要顺服丈夫 所以求主帮助丈夫们 让妻子顺服你容易一点 怎么能够做到 让他顺服你能够容易一点 求主帮助丈夫们 有孰灵的带领 也求主帮助姐妹们 真是能够愿意顺服丈夫 如同顺服主 还有顺服的那个榜样 顺服那个标准 顺服的那个原因 因为为什么要神 要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呢 因为在神设定的这个 婚姻的制度的里面 神要丈夫做谁啊 做什么 做头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基督 基督是教会的头 丈夫是妻子的头 所以这里给你看见 就是做头 头不是说 你什么都比妻子懂 比本领 其实很多时候 俏俏相反 很多时候妻子 比丈夫可能更加灵敏 当时呢在这里是说 做丈夫的要带领 妻子要顺服 因为妻子做 丈夫是妻子的头 头是带领 是方向 做头的是要负责任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他们在伊甸园里面 他们就觉得羞耻 就拿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 以前没有犯罪的时候 不觉得羞耻 因为在神的荣耀光辉地下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在园中寻找 亚当你在哪里 神先找亚当 谁先吃那个 分别三个数的果子 那个禁果 是应该是夏娃先吃 所以应该找谁 应该找夏娃 但是神在这里 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当日神找亚当 做头要负责任 要负责任 还有另外就是 这个神关于丈夫顺服自己 妻子顺服自己 丈夫的事 如同顺服主 这个顺服的那个榜样 顺服的原因 还有下面这里 顺服的范围 很多姐妹 妻子们觉得很难 因为就难在这里了 教会怎么样顺服 这是顺服的范围 各位学妹 你看圣经 这样子一段经文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你用纸用笔 用颜色笔 做记号 做笔记 但是有这本圣经 经文版面的排列 帮你读好之后 做好之后 你看起来 会应该是帮助你 清楚一些 如果你对我们这本圣经 分析牌版本 有兴趣的 或许是我们那个查经班 有兴趣的 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 电话的方式 还有我们网站 来到我们联系 愿神大大的 赐福每一位